你好歡迎收看10月9號大台東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隨著熱氣球在台東發展十分成功 地方觀光產業相信社會 縣議員張正輝總質詢時 他希望縣府交官處在南迴鄉鎮舉辦活動 也把熱氣球移到這個地方 增加活動的話題性 現在黃金庭認為是可行的 只要在足夠大的場地 也會配合鄉鎮公所來辦理 每到暑假 熱氣球嘉年華活動舉辦時 總是能吸引到許多的遊客湧入台東 已成為台東十分重要的觀光活動 熱氣球的成功 各鄉鎮也希望能沾光 帶動當地的經濟產業 議員張正輝在總質詢時 要求熱氣球配合南迴各鄉鎮的活動 到當地展球增加話題性 希望他們各鄉鎮有活動的時候 我們這個交官處能不能支援一下 熱氣球當作他們的很重要的一個吸引力 縣長黃建廷認為可行 將請交官處與公所進行聯繫 並配合辦理 這個是非常好的看法 我也一直覺得說 怎麼樣讓我們區域能夠更均衡發展 那藉著整體那個熱氣球的那個外溢的效應 把它來拉抬 做一個拉抬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我們可以做的 但熱氣球這個展球 就是一定需要一定的空地 空間 你如果附近有什麼樹啊 電桿啊 那個就會造成有障礙 所以只要在這個條件上面可以克服的 我想我們交官處這邊會全力來支持 其實我們熱氣球都很希望 就是它不是專屬於陸野高台的 當然就是說如果各鄉鎮 除了洛神花季已經是 也是我們冬天很重要的一個活動 我們縣府也有支援一些經費以外 那議員建議的熱氣球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來看看場地 我們盡量來協助讓這個洛神花季的活動 能夠更加的精彩 熱氣球發展至今 已成為台東的代名詞 如何讓熱氣球經濟學擴大外溢效應 縣府將持續找出最好的方式 記者潘俊瑋台東市報導